就是俄乌戰爭 大家都知道烏克蘭持續進行反攻 不過現在主戰場不再是巴赫姆特 而是把這個戰線往南部拉 這也被烏克蘭的副國防部長給證實 他說這個把激烈的戰區從東往南走 來到了馬力波 而且會派出英國主戰坦克來應戰 而澤倫斯基也附和說 反攻行動進展的蠻順利的 還點名烏軍在阿夫迪夫卡撤退了敵軍 但是俄羅斯的國防部戰報卻是顯示說 烏軍在24小時之內死傷無數 從扎普羅勒到盾內此刻 已經殲滅了1000名烏軍的敵人 那麼烏克蘭說 他們已經收復很多被俄軍占領的土地 俄羅斯官員其實也是證實這個說法 他說烏克蘭收復了皮亞地哈特基村落 而且還在這個赫松的地區 有一個地方叫做黎科夫展開了攻擊 要跟俄羅斯的軍事轉印戰彈盡絕良 那麼其實英國情報機構就說 這次反攻確實兩戰的耗損很嚴重 烏克蘭反攻有獲得一些進展了 不過俄羅斯在南部也是有效的擋住 烏克蘭進攻的速度 那當然俄羅斯頑強的抵抗反攻 代表說他們也在進化當中 烏軍說這巴赫姆特短兵相接的時候 就看到非常多的火力 而且是從很多的位置來進行攻擊 那麼俄羅斯的戰技到裝備 其實都有進步的 因為他們有記取教訓 像是俄羅斯的裝甲不再是衝進火網了 也會用無人機來試探攻擊 加上俄羅斯傭兵團華格納戰力耗損 還有俄軍他們懂得要找掩體 像是這蜘蛛式的洞窟躲起來 戰略上似乎是有明顯的改變 那麼最讓烏軍擔心的 其實是俄羅斯的柳葉刀無人機 這是俄軍能夠遠端第一視角來操控無人機 而且還炸毀了德國支援的雷達系統 那這也暴露出無軍薄弱的防空能力 那麼俄羅斯也祭出了最新的新武器 就是這個T54自殺戰車 他搭載6噸的炸藥自殺攻擊 所以他的爆炸威力是非常驚人的 那眼看戰爭沒有要停止 現在就連非洲都跳出來說 要來當調停人 非洲國家領導人組團去跟普丁來碰面 希望可以調解雙方的戰火 那麼澤倫斯基他就說什麼 他說只有莫斯科撤軍才可以和談 普丁就說俄羅斯沒有拒絕談判 所以其實責任是不在於俄羅斯這邊的 普丁還舉出說非洲很多領袖 他們的一些提議明顯就是遭到誤導 那麼烏克蘭如果真的戰敗的話 澤倫斯基就說這美國剩下兩條路了 那兩條呢一條就是北約崩潰 不然就是你要跟俄軍直接開戰 那麼先前的烏克蘭的南部水壩被炸毀 截斷了烏克蘭進攻路線 現在真相也逐漸慢慢浮出臺妙了 美聯社取得獨家空拍照跟資訊顯示說 水壩在被炸毀之前其實有一輛白色車載滿了爆裂物 就停在水壩的上方 那麼烏軍質疑說就汽車炸彈 其實他爆炸威力不夠 疑似是俄羅斯部隊當時就已經在這個水壩裡面了 直接炸毀水壩 普丁就說就俄軍其實是不需要為這件事情負責的 還說不幸的打亂了烏克蘭的反攻 而這個被炸毀的水壩其實是蘇聯時期新建的 可以抵擋數千磅的炸藥威力 烏軍沒有任何超過一千多磅的飛彈可以炸掉這個水壩 加上水壩周邊被俄羅斯人給控制 種種的證據都指向就是俄羅斯人做的 那麼克工發言人就說 其實完成把烏克蘭軍事這個部分給去軍事化 已經達成了目標 而且已經摧毀了烏克蘭國產的武器系統 那麼他們現在大部分都是使用西方軍火 不過這樣的猛烈攻擊 其實讓俄國的防長肖伊古就說 已經要求兵工廠加強趕快生產武器 符合作戰需要的東西 那麼這也進階承認戰車是短缺的問題 而烏克蘭部分也是持續受到西方國家軍援 像是瑞典載軍援7億台幣 而且訓練烏軍使用施救戰機 能夠直接在公路上面起跑 而且配合北約各種彈藥 不過瑞典只送了94架次 不排除之後使用租賃的方式來提供 那麼以色列也研議要送兩百多輛的 梅卡瓦坦車 坦克車 那這個要給烏克蘭的 而這輛坦克車的防護能力非常好 號稱坦克成員生存率是最高的 那麼看到俄烏戰爭打成這樣讓歐洲的國家 他們一直在強化他們的空防 像德國就花了一千六百億的臺幣來重建空防系統 而波蘭是採購數百架的 這個數百枚的防空飛彈 大家努力要增加兵力 就是怕被俄羅斯給入侵 當然啦 現在戰爭來看 烏軍的反攻似乎也有新的進展了 烏克蘭士兵搶身草地 不斷向前開火 時不時飄出陣陣白煙 烏克蘭反攻持續進行當中 現在戰況最激烈的 已經不是烏東巴赫姆特 而是這個區域 俄羅斯官員十八號承認 烏克蘭已經重新奪回 札波羅勒南部的一處村莊 這是烏克蘭自本月稍早發動反攻以來 在該戰線的首度獲勝 英國國防部在例行 戰情評估報告中指出 俄乌雙方在這波 乌方大局反攻中損失慘重 死傷人數正在盤旋當中 正況聽起來真的不太樂觀 面臨烏軍反攻來勢洶洶 俄羅斯國防部長十七號 視察了位在俄穆斯克地區的軍工廠 確保軍事後援不間斷 俄羅斯國防部指出 稍一股下達了擴大坦克 和重型噴火系統生產的任務 以滿足特別軍事行動的需要 只不過就算武器坦克到位 俄軍前線人員也可能不足 因為先前在巴赫姆特立功的 俄羅斯華格納傭兵集團 之前在監獄招募的囚犯兵 已經收拾包袱返家了 其創辦人普里格任表示 部隊中三萬兩千名 原本是囚犯的人員 已經合約完結離開部隊返家 而日前遭俄軍控制的 烏克蘭水壩被人破壞 如今也有最新進展 雖然俄烏雙方互相指責對方 但總部設在荷蘭海牙 協助烏克蘭調查的專家認為 極有可能是俄方所為 紐約時報引述工程師和爆破專家報導 調查發現的證據指向六月六號 水壩混凝土地基通道內有炸藥引爆 炸毀水壩 而證據清楚顯示 水壩是由控制大壩那方 也就是俄羅斯引爆而摧毀的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總統關底 熱情迎接遠道而來的貴賓 多位非洲領袖組成的高級代表團 但澤倫斯基也重申無防立場 表示俄方要撤軍才可能和談 德倫斯基還表示 不明白非洲代表團會晤 俄羅斯總統普丁能帶來什麼收穫 普丁一臉無辜 把責任權推給基輔當局 顯然有自己的一套說辭 對比非洲代表團之一 南非總統的說法 我認為我們的目標是影響 它的真正是真正的成績 當然會有討論 在最終的目標 的阻止戰鬥 但它們的影響 它們的影響 是一種我們聽到 我們給了一個影響 的影響 在戰鬥 那是有一個影響 的影響 我們的海岸 第二 言談之中南非總統也知道 只向雙方領袖提出了非洲觀察 針對如何結束戰爭仍沒有共序 想要看到俄乌的停戰曙光 短期之內恐怕不太容易 三例新聞葉立委報導 另外一個大事就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在昨天造訪中國 布林肯是繼正副總統之後 美國第三大的人物了 18號下午跟中國外長秦剛來碰面 兩個人談了大概五個半小時 雙方是直求對決 直接提到台灣的問題 這是核心利益的核心 中國說這是美中最突出的風險 美國需要落實不要挺台獨 而美國其實也發出了聲明書 國務院會捍衛價值觀 跟盟友遵守自由開放下的國際秩序願景 顯然這雙方沒有太大的共識 而沒有共識的部分 還有南海貿易跟半導體 還有人權 有共識的部分 他們只有說 我們彼此談話 蠻坦承的 而且是有建設性的 還說之後秦剛 也會造訪華府 那麼其實布林肯會見完秦剛之後 19號上午就跟中國外辦事主任王毅來碰面 後來其實美國也有發表聲明 表示說透過開放的溝通管道 負責處理競爭 然後確保競爭不要演變成衝突 美國再回應 就回應完之後 換中國再說 說停止炒作中國的威脅 要取消非法的單邊制裁 放棄打壓中國科技發展等等 重申在台灣問題上 是沒有一些退讓的餘地 那麼大家就好奇說 布林肯到底會不會跟習近平碰面 沒錯 就是在布林肯準備要離開北京之前 也就是19號下午 習近平就跟布林肯終於碰面了 雙方是展開會談 習近平說有具體的問題 有獲得到一些進展 彼此有達到共識 暗示說美國承諾不支持台獨 不跟中國發生任何衝突 不過上海學者就說 其實這談不上所謂的美中關係破冰 充其量呢 只能說是結束僵局 當然啦 這布林肯造訪中國外界猜說 可能就是要替拜習會 拜登跟習近平的碰面來鋪路 畢竟拜登前幾天就公開表示說 他想要跟習近平來談談 如果我們攤開兩國的路線圖 跟時間表來看 雙方談的比較多的應該是美國財政部長葉倫 跟商務部長雷蒙多的仿中計畫 因為中國處於經濟下行階段 所以美中反而是在經濟上談的還比較多 那麼現在布林肯他到了中國 也被人家解讀說 是不是美國在向中國示好呢 年初因為美國發現中國施放間諜氣球 到美國的領土上 雙方關係一下鬧得非常的僵 後來是拜登頻頻緩加說習近平並不知情 那麼布林肯訪問中國的前夕 其實美國國務院網站的首頁還換上了北京王府 景大街的照片 還介紹布林肯的行程 但是這次布林肯來 中國也是懷疑說 是不是你們中國拿翹呢 因為美國媒體說 布林肯他下飛機的時候 停機坪沒有鋪上紅地毯 好說歹說人家也是美國第三大人物 但是相較俄羅斯外長造訪中國 卻是鋪上紅地毯迎接 代表中國是不是故意讓美國穿小鞋呢 而且來接機的是中國北美司長 而中國也立刻回應說 其實過去希拉蕊 還有凱瑞訪問中國的時候 其實跟他們一樣 都是派出司長級的來接機 所以並沒有所謂的差別待遇 那麼這一次美國第三大人物 習近平跟布林肯他們來碰面 其實讓美中的科技協議再度受到了關注 而這份協議8月27號到期 會不會續約呢 大家都在看 其實這份協議是1979年 美中建交的時候 為了促進科技交流簽署的 每五年就會續約一次 被比喻是美中關係穩定的力量 裡面包括了有大氣農業 還有物理化學等等 而這份協議要不要續約呢 美國的主流派認為說 其實應該要續約 為什麼呢 因為不要扼殺彼此學術的商業合作 不論是中國是敵是友 都要藉此來了解彼此的科技發展 但是反對派認為 不應該續約啊 因為合作意義不大 中醫院的官員甚至認為 這會危害美國知識產權 政府要求要終止這個過時的協議 而且中國其實是有國安法的限制 讓外國企業根本沒有辦法探尋資料 中國間諜甚至因為這一項協議 可以因此竊取到一些孟山都的基因 改造的種子計畫 而且還可以竊取到 NASA太空船的設計資料 那麼中醫院的官員也都指出說 其實美國紐約州的孔子學院 他其實是左拿中國資金又開設孔子學院 而且他還拿這個美國的補助 研究敏感的軍務 這讓國防部來關切 而校藩也是立刻出面來喊冤了 那美國國防也授權法 是禁止國防部在今年10月 其實是要禁止提供資金給孔子學院等等的 美國高等教育機構 那麼明明美國是有關切的 沒想到二零二二年紐約州的孔子這間學院 近年還去承接國防部五年的 一千三百五十萬美元的武器研究計畫 疑似是竊取智慧財產權給中國 當然就會遭到美國的關注 所以目前孔子學院二零二三年三月為止 全美一百零八間 現在只剩下十三間了 雖然彼此在保密防碟 不過雙方的關係也不能鬧太僵吧 所以布林肯終於是跟習近平碰面 以讓習近平跟拜登的會晤出現機會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走上前去 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握手 兩人面對鏡頭合影 表情似乎有點僵硬 美國國務院臨時放出消息 北京時間十九號下午四點半 布林肯與習近平在北京會晤 根據中國央視曝光畫面 習近平表示總體上雙方談的坦誠深入 這讓習近平稱讚雙方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 取得了進展 達成共識 國與國交往 總要相互尊重 一誠相待 我也希望 國務卿現在日子訪華 能夠為穩定 中美關係 都發揮積極作用 趕在布林肯離開北京前的最後一刻 習近平親自接見 看在外界眼裡確實是好消息 而布林肯同一天 也見了中國外交一把手 中共中央外事委辦公室主任王毅 王毅表示中美關係陷入低谷 美方有必要與中方一起共同管控分歧 避免戰略意外 而兩國最敏感的議題之一 就是臺灣問題 前一天布林肯與中國外交部長勤剛會面 兩人一見面就談了五個半小時 不斷強調不惡化當前關係是雙方目標 然而中美之間互信基礎薄弱 對許多議題的分歧也很大 尤其台海危機升溫 秦剛也向布林肯表示 臺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也是中美關係最重大問題 敦促美國落實不支持臺獨 中國也有學者分析布林肯這趟仿中行 談不上破冰 而是結束中美兩國前段時間的僵冷狀態 布林肯來中國訪問 實際上是落實這個去年11月 中美兩國元首在巴厘島達成了一個共識 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共識 中美雙方的理解是有所差異的 美方主要是更多強調 就是說中美保持這樣一個高層 高通的一個必要性 中方認為這個巴厘島共識 它其實是更加豐富的 比如說美國不能做這個表裡不一 言行不一 一方面是和中國去會談 去改善中美關係 另一方面又在一些問題上 跟中國這個動刀子 有小動作不斷 而布林肯是美國總統拜登 2021年1月就任後 訪中的最高層級官員 但新聞週刊等美國媒體 從布林肯一落地就發現端倪 原因是接機的中方代表 只有外交部北美大洋司司長 和美國駐中國大使伯恩斯 停機坪上也沒鋪上紅毯 使得一些觀察人士認為 中國領導階層 借機羞辱美方最高層級外交官 布林肯來北京 需要好好聽中方的聲音 我們圍繞台灣問題的警告 不是空洞恐嚇 中國一連串舉動被質疑 是否真有想修復中美關係 兩國關係想要儘快回溫 恐怕還得再加把勁 三立新聞夜裡我報導